上次介绍Austrian Audio的 headphone 的时候 就说了一只HIX25BT 就是一只非常抵玩的蓝牙 headphone 定价只不过是988元 今次就介绍两只旗舰级的有线 headphone 分别是HIX65和HIX60 我做资料搜集的时候就发觉 HIX65的讨论度非常高 可能因为现在牌子里面的旗舰级别 和最贵的耳机 虽然说是最贵和旗舰级 但也不是非常高的定价 它的定价是2980元 反而这只60定价是2680元便宜300元 那个讨论度就不是很高 比较少人提及片 它们两只的分别 其实不是非常大 一只就是开放式 65是开放式 60是密币式 至于用料做工 大家看到包装各样 其实是非常接近 所以今集我想试试 两只耳机 究竟它听出来的分别有多大 我们首先看看HIX65的产品规格 频率响应是5Hz到28kHz 5Hz都潜得挺低 28kHz也比一般20kHz为高 那个range都比较宽 灵敏度是110dB 左矿是25厘 重量是310g 跟机会有两条线 一条是3米 一条是1.2米 接口是3.5 另外也附送一个3.5到6.3的adapter 我们再看HIX60的规格 和65是大同小异的 一样都是5Hz到28kHz 灵敏度是110dB 左矿是25厘 一样都配备一条3米 和一条1.2米的接线 插头是3.5mm 也附送一个3.5到6.3的adapter 重量方面 会重了10g 是320g 见到两个headphone的规格 是非常接近 唯独是65比较轻了10g 可能在开放式的面板 就轻了一点 我现在就很想听一下 两只手机有什么分别 开放式和密闭式 首先我会先试65 因为讨论度高一点 刚才规格里面提及了 随机是附送两条线 一条是3米 一条是1.2米 如果我们一般听歌使用 建议用1.2米 除非你说你在studio做事 要插插插插到很远 或者要移动一下 那才用3米那条 所以我现在用1.2米那条 这系列其中一个特点 就是配戴的舒适度 因为它标榜是可以长期作战 长期使用的 比如刚才说过 如果你在studio用的 有时戴的时间 可能非常长 所以配戴的舒适感 都是挺重要的 我现在戴上去 我最喜欢它的耳罩 是完全触不到我的耳壳 是在耳朵的外面 那里挎住 以前用一些studio的耳朵 例如AKG 那样 它的耳罩就是圆形扁 那样 它是夹住 而且是会压到耳壳 如果戴得久 其实是会有少少不舒服 或者要动一下 那样 那现在这只呢 就这样吸着整个耳朵外围 那除了舒适之外 那个隔音 其实都挺不错的 我经常戴Austrian Audio的耳机的时候 有些record到我去玩真窗 玩真窗 因为很大声 那它一定要戴那些静音的隔音器 那些耳桶 那戴了那些耳桶的感觉 有少少像我现在戴Austrian Audio 虽然现在我佩戴的65是一个叫开放式 但是呢 吸了下去 那个隔音都非常之不错 因为如果呢 另外一些开放式耳机 例如 很经典的Sennheiser HD650 它都是开放式 但是戴完之后呢 都会听得多了环境声 那但是这个65 反而 没什么环境声 戴完都非常之静 那现在听一下歌仔 刚刚就试了几首歌 包括Hotel California 和赛琴的几首歌 那我现在呢 就是因为我要比较 所以立刻想换个60再听一听 那其实它的安装呢 亦都是非常之简单 一个插头 那你插对了 然后扭一扭 那它就会实了 60的配戴感呢 和65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它外面的面是一样的 但是 60带了上去之后呢 是更静一点的 就是刚才我带过65 已经觉得很静的了 现在带过60上去 直接带完之后 有一点 超静的一种声 有些人喜欢 有些人不喜欢 那当然一播歌就不会有了 有些人喜欢的 刚刚就用60再听一样的歌 那我用的Player 就是iBasso的DX320 那刚才那个增益 就是怕是用Mid 就不需要用到HIGH 用到HIGH就太爆了 用到Mid 跟着那个音量 去到30多接近40 已经很够声 那两部机 由于Sensitivity 和左抗其实是一样 所以我没有教过音量制 如果比较起音色方面 其实分别都挺明显 尤其是 比如刚才说过 Hotel California 的时候 那个临场感 现场的感觉 因为那首歌是Live 现场的感觉 开放式的65 其实是会比较优性 那些吉他的尾音 鼓的下潜度 还有人声的临场感 我觉得65 会比较带我回到现场 如果用60 去听Hotel California 那些东西会缩小一点 每样东西的箭头会小一点 密度会高 空间感没有那么大 反而它这个特性 就适合我刚才听赛琴 听赛琴的时候 因为我不需要很大的空间感 反而人声就更近 人声的密度 是再厚了 如果用65 去听赛琴 相对于60 来说 反而密度 就没那么高 空间感是大一点 但人就没那么近 所以两只耳机 我觉得声音 不是有一个高低之分 反而取决于你的用途 就是如果你是做事 剪接 屏幕声 混音的话 我觉得一定是65 又或者你听歌 喜欢听阔 大棒 臨场感的东西 我就会选65 但如果你听歌曲 不是很多乐器 比如我这样 我比较喜欢听着 爵士 人声 小调 口水 歌 我觉得60 反而给到我那种浓厚 甜滑的感觉 我的总结就是 虽然两只耳机 它的讨论度和定价 都有所分别 但我不认为 它们在质数上 是有高低 如果给我选 真是二选一 我会选 便宜一点 那只60 会比较适合 我自己听歌曲的种类 所以怎么选择 就要看看你自己的用途 和你自己听的曲目 是什么种类 Austrian Audio HIX65和60两只耳机 都是由奥地利维也纳制造 60的定价就是2680元 65最新推出了优惠价 由原本的2980减到2680 即是65和60的定价是一样 两只耳机的配戴感 都非常舒适而且易推 声音方面各有特色 定价非常合理 都是2000多元 有兴趣的话不妨找来试听